饭 酒 都是真的 结婚 你这个玩笑开得也太大了 我没开玩笑 你什么时候结束 和我一起回家吗 潘复 谁啊 笑得这么开心 我老婆 丁月威小姐 你等我都上隐了海 赶紧把信收一收 好吧 我一个朋友 你不认识的 好啊 我这边还有点事 得先回去啊 那我送你回家 不用了 你先走 我老婆在等我 你再这样我生气了 好好好 我朋友正好在这边吃饭 他烧我回去 那好吧 下次见 再见 近江文学城玄间原著 热拉出品 现代纯爱广播剧 灵世狼固 第二集 第三集 欢迎收听 好不容易坦诚一次 竟然还不信 你刚才是和什么朋友吃的饭 我认识吗 认识 你今天谈的还顺利吗 顺利 你那个秘书呢 我让他先回去了 他有女朋友吗 有 我记得我和你说过 我忘了 他女朋友好看吗 我就是随便问问 你一起吃饭的那个朋友 有对象吗 我也是随便问问 我说你是不是 我不是故意的 没关系 刚才的事 你以后可以对我做 你说的是勾你脖子吗 好啊 你在学校的时候 是不是都没有女同学 从后勾你脖子 我看你刚才反应还挺大的 从来没有 你是第一个 我好多年没看过电视剧了 这里面的演员 我都不认识 我手机搜了一下 这个男主 感觉电视里头有点大 是吗 我看看 照片看着还行 上镜要求还是挺高的 镜头挑人 不仅要颜值过关 还要头小腿长才好看 虽然也有外表不出色 也红了的 但是少 再好看的普通人 放到明星当中也 当然 也有人长得特别好看 可以和明星媲美的 你就是一个 约维的脸上镜一定特别好看 没有没有 我看过节目 你确实好看 我录节目的时候 被骂成那样 我觉得这些人很奇怪 为什么 你什么都没有做错 就因为受人喜欢 就挨骂吗 因为我演技不好 这个节目也没说要选演技好的 不是按照人气决定出到位的吗 也是因为环境吧 圈里近些年 多的是有人气没实力的流量明星 那些老老实实演戏的实力派 没有这些人有商业价值 大家觉得不公平 刚好我红不逢时 很不巧的就成了火把子 演员或者说明星吧 一般都是靠什么火的 排除那种靠粉丝的流量明星 都是靠作品火的 那如果现在同时有两个演技都很好的演员 一个演了一部好片子 红了 另一个演了一部不好的片子 没红 那个红了的演员不断接戏 越来越火 另一个却就此沉寂下去 公平吗 哪个圈子都是这样的 没有绝对的公平 三分靠拼 七分靠命 那些骂你的人 不过是因为他们见不得你运气好 把对现实的怨气发泄到你身上 照这样的说法 那些卖彩票中彩票的人 才要被骂吧 好像被绕进去了 有一个问题 我一直想问你 不知道会不会唐突 你问吧 你为什么要进娱乐圈 你知道染真柔吗 知道 我出国前他好像就自导自演了两部片子 票房都不错 现在好像更有名气了 对 他还开了自己的经纪公司 从演员到剧本到院线 几乎全部打通了 在商业上也很成功 说他是娱乐圈第一人也不为过 我要是说 我想成为染真柔那样的人 你会觉得我异想天开吗 不会 其实有时候 我也觉得挺迷茫的 但是不试一试怎么知道呢 如果你最后 还是没能成为第二个染真柔呢 没关系 我成为了林月威啊 再说了 谁说我想做第二个染真柔 我只想做林月威 好 我等着亲眼见证那一天 进梦想 进梦想 我是第一个知道你这个梦想的人吗 是啊 那我就是你的第一个事业份了 干嘛 有没有写着一的号码牌 给我做个凭证啊 你是不是有毒 我要 你写 怕了你了 给你 行了吧 行 我会好好收藏 如果以后需要我帮忙的话 尽管说话 帮忙 你在娱乐圈单打独斗 总归是势单力薄 人脉我可能暂时帮不上 毕竟 我不是公司的掌权人 但我手头有一点小钱 我知道你和你家里的约定 若是 你用得上的话 不用 不用和我见外 我就当是投资你 反正钱放着也是要做投资的 不如投一个自己喜欢的 那要是需要帮忙的话 我一定来找你 好吧 你不是看了节目吗 除了我 你还喜欢哪个选手 我人都认不全 除了你之外 没有喜欢的 只有一个讨厌的 谁 邵雅思 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 那不聊这个了 时间也不早了 赶紧洗澡睡觉 明天还要上班 你今晚陪我睡觉吗 你 我也可以把自己绑起来 谁说不陪了 走 上去睡觉 好了 怎么还没下来 怎么还没下来 怎么了 我在和朋友视频 雪铃哥 那我在楼下等你 我一会儿就好 又 和谁说话呢 没谁 我室友 室友 笑得这么甜蜜 你觉得我会信吗 你到底有事没事啊 大早上 不 大晚上的来骚扰我 没事啊 就是想你了 我挂了 有事 你什么时候有空回来一趟 杰尼患了重病 医生说 没多少时间了 你还来得及回来见他最后一面 什么时候的事情 他还那么年轻 怎么会 三个月前 他知道你家里事情多 很忙 所以一直不让我告诉你 前几天突然就停不住了 现在躺在病床上 我想 应该让他见见你 好 我马上订机票 早 早 大清早的就合人食品 还穿着睡衣 看来连早都没洗 这是已经聊了十几二十分钟了吧 我昨天有梦游吗 没有 这说明你的状态好多了吧 我本来也不是每天都梦游 谢谢你的面包 我有点急事要出门几天 先走了 不好意思 有事你给我打电话 什么事这么急啊 喂 你还记得上次吃饭我跟你说 我要去世长中间的女儿吗 我通过了 导演很喜欢我 我经纪人说马上就可以签合同了 恭喜你啊 我经纪人说不可以告诉任何人 怕有人截胡 但是我偷偷告诉你了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 也不要告诉我 我不 我就要告诉你 我第一次拿到角色 除了你不值得要跟谁说才好 那万一消息走漏了 你岂不是要怀疑我 不会的 我相信你 走漏了肯定是从别人那里漏的 不关你的事 你 我看这个剧组还缺人 我把你推荐给导演怎么样 不要 为什么 你自己还没站稳脚跟 就不要为我的事情操心了 我可以自己来 我看导演还得 不行 等你红了我再抱你大腿 你想怎么带我飞就怎么带我飞 成了吧 成 回头我请你吃饭 好啊 但是不能点太贵的 我没钱 没事 我有钱 我请客 我这边有个电话进来了 先挂了啊 好 喂 喂 你怎么了 你现在在哪儿 我在 在一个教堂外面 你怎么了 在哪个教堂 我去找你啊 我没事 还说没事 顾远秋 我给你三秒钟 快告诉我地址 一 二 二点五 二点六 你可不可以哄哄我 天 她好可爱 提问 如何哄好女朋友 再现等 挺极大 喂 我朋友来找我了 我刚刚说的话 你就倒没听见 我过几天就回去了 有事给我电话 到底发生了什么 喂 不看珍妮最后一夜吗 不看了 嗯 那我们回去吧 穆迪她父母在处理了 嗯 你在国内待得怎么样 就那样吧 还 忘忧吗 好一点了 喂 有事随时跟我打电话 我马上回国看你 我这么大的人了 用不着担心我 你说我什么时候回国比较好啊 这个要问你自己啊 你爸妈催你了吗 催了 哎呀他们催不是什么问题 主要是我姥姥上了年纪 上次摔了一跤以后 把精气神给摔没了 出院以后身体大不如前 我妈意思是说 我老可能没多少年日子了 让我回家 陪回她老人家 你自己怎么想 我也想回去啊 但是这边项目刚展开 你知道我身上当了多少事 我要是走了 这项目恐怕得黄了 嗯 哎 算了 我再纠结一阵吧 抽个空 我先回国看看我老 哎 到了 下车吧 好 哎 哎 新来的这个人是谁啊 怎么 有点眼熟 薛定鹅 不理你 他不理我 太久没见了 忍伤 也是 我回国的时候 他还是只小奶猫 现在已经大了 你把他养得真好 还好 决定鹅 来 快 让你失散多年的爸爸 快 叫爸爸 没有小鱼竿 不理不理 算了 我摸他不肯 他现在和你比较亲 待会你给他喂吃的吧 让他看看什么叫有良才是吧 真可爱 这么喜欢 要不然你带回国吧 反正我就是个隔壁老城 我那没人照顾他 我工作经常要出差 零 零 什么 哦 我知道了 是不是你那个结婚对象啊 你和他住得一起啊 你不要问了 哎呀 等我回国了 一定得去见见这是何方神圣 再说吧 哎 行了 你和他玩吧 我去跟你做饭 啊 啊 我 我 我不要玩 要吃小鱼竿啊 大家好 我是周迅 我养了一只不认我的猫 没见过他养猫啊 是寄养在别人家里了吧 怪不得不认他 挺可爱的 有没有正面的 我待会找个机会 看能不能拍到 等等 照片里还有一截 踩着女士拖鞋的腿 是帮他养猫的朋友 那今天早上打电话的也是他了 什么朋友能一个电话 就让顾燕秋飞过去 还哭得那么伤心 女朋友 这么晚了 还不睡吗 只能是女朋友了 她说是以前没有 不代表现在没有 已经睡了吗 刚才有点事 早点休息 会的 这算是失恋了吗 还没谈恋爱就失恋 也太丢脸了吧 按照我们的节目呢 我们刚开始要邀请我们的特别的嘉宾 来要有三十万 好 喂 陈姐 你还记得我上次说的那部自己去试戏的网剧吗 导演来问我了 陈姐 你考虑好了吗 哦 我昨天查了一下 你睡今的这个剧组烂片配置 不能接 那我要回绝导演吗 回绝吧 好 陈姐 最近有没有什么合适我的通告 我闲在家里 有点儿 是有几个广告 但是都挺low的 我跟你讽了 那 不好意思啊 我要登机了 一路平安 这不能接 那不能接 你倒是给我一个能接的呀 林月威拿下Z家品牌大事 下月官宣 什么情况 林月威是签了果实娱乐吧 哪来的官啊 靠谱嘛 果实娱乐和Z品牌的关系向来很好啊 给他大事不奇怪 有人跑去问了 官方没有任何回复 不会是画饼六粉吧 求科普啊 什么是画饼六粉啊 就是人家团队想出来的骚操作 让粉丝群保持基本的活跃度 简单又没风险 最后合约没成 粉丝也不会以为是团队自己作的 把锅甩到品牌方头上 百利无一害 楼上黑粉石锤 为草别理 这次营销花了多少钱 怎么回事小老弟 今天跟我这么见外 没有 我就问问 你回来了 怎么不提前说一声 飞机十几个小时 太累就忘了 你出国了 因为人家一个视频 就飞去国外 哭都不告诉我在哪儿 有点私事 我买了点水果 还有蛋糕 你吃点吗 吃过了 晚上还要工作的话 再吃一点比较好 我减肥 那就吃点水果吧 吃水果是不会胖的 有糖分 那 你明天早上想吃什么 我给你做 有喂 不想吃什么 随便吧 你怎么了 我没事 你也累了 早点洗漱休息吧 喂 你怎么有气无力的 就是累的话 没什么 你们公司给你安排工作了 那你快 抓点时间多休息休息 嗯 我问你一个问题啊 你说 如果你喜欢的人 有了对象 你怎么办 顾颜秋有对象了 我不跟你说了 别啊 那你除了顾颜秋 还喜欢别人了 又没别人 我只能猜顾颜秋了 你继续说继续说 我 算了 我自己能处理好 而且你这么问我 我也不知道能说些什么 你睡觉吧 明天还要上班呢 德行 我看你是想憋死我 睡觉睡觉 我挂了 喂 进 我洗漱完了 差点忘了是和他一起睡 睡吧 我今天很累 我学过一点按摩 要不要帮你念一念 不用了 谢谢你 你到底在生什么气啊 我没生气啊 有什么话你可以直接跟我说 不用藏在心里 你 嗯 你明天上班穿件长袖 遮一下手臂 哦 你说这个啊 这种抓痕不用遮 过几天就消了 现在这个天气穿长袖很热 别人会误会的 误会什么 别人家不养猫吗 猫 对啊 你不知道我朋友有多坏 故意让我给薛定谔洗澡 薛定谔就是我养的不偶的名字 全程撕心裂肺 活脱脱一出大闹天宫 我这胳膊就是他闹的 伤口处理过了吗 处理过了 会留疤吗 应该不会 我以前也被挠过 习惯了 以前 在国内的时候 我有只猫叫皮卡丘 已经去世了 极爱 没事 皮卡丘是寿终正寝 我送了他最后一程 雨薇 你喜欢猫吗 还行 我怕麻烦 没有养过 我有一只猫 可能过段时间会带回国 薛定谔吗 对 你要是想带回国 就带回来吧 但我可能没时间照料 没事 我自己来 实在没办法可以请保姆 我主要是问一下 你讨不讨厌猫 不讨厌 谢谢 不客气 你那个朋友 同意把猫送过来吗 他有什么不同意的 本来就是寄养在他那 薛定谔不是不认你吗 养久了就认了 不是什么大问题 那你朋友怎么办 他可以过来看他 他过段时间回国 会顺道把猫给我带回来 回国 睡觉吧 明天上班呢 已经过了十二点了 好吧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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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订阅 不 memories 煮有粉舌的墙影 掩饰着悄然的心急 我们宣藏心里的默契 不是刻意的曲强 你前来的刚刚好 可爱是你最爱的发宝 留抱一下好不好 走不开逃不了 感受片刻温存的美好 眼角映出来的笑 陪你轻易捕捉到 原来爱情这是多奇妙 遇到你我才明了 见不了忘不掉 是你给你我的 专属味道 桃树海树三二一 故作别扭的小脾气 从那逗期的无情 考验我的不离不弃 爱的我对你死心塌地 光是爱你这件事 我总的那第一名字 不许再做选择情 你是我唯一目的地 一直都在等你的靠近 明知古文的巧妙 关怀被迟的美好 分开一分一秒都能熬 脱离不开你的怀抱 说不清到不了 是不是你赢给我下了套 想念在心头营养 想陪你慢慢变老 理智都变得不再可靠 就算学圈套也窑窍 我不是恋爱的 却被你迷的 像关念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